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下午三点 张长林宣布重大喜讯 球迷很开心 终于等到这一天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备受球迷喜爱的张长林 众手周知 排操林赛即将要开始 但是在江苏女排的队员名单中 并没有出现张长林的名字 很多球迷感到非常的疑惑 张长林为什么 没有报名参加排操林赛呢 那么就在今天 这个答案终于揭晓 下午三点钟左右 张长林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面 宣布了一条重大喜讯 那就是张长林已经成功 接受了手术的治疗 而且张长林发文表示 手术非常的成功 给球迷们报平安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 幸福快乐 可以看出啊 张长林也是经过 身世俗虑之后啊 选择了进行手续 近几年来啊 张长林一直饱受 欺伤的困扰 很多时候啊 张长林想要扛起 中国女排的大气 但是有伤病的软硬啊 导致张长林 始终无法 发挥去 最大的能量 那么现在啊 中国女排国家队 已经结束了 东京奥运会 张长林 希望利用 这段时间啊 能够将自己的 伤势啊 彻底的取离好 等到 伤入归来之后啊 才能给中国女排 带来更大的帮助 因此啊 现在很多球迷 看到张长林能够下定决心 接受手术治疗 并且啊 手术非常的成功 球迷呢 也是非常的开心 希望张长林呢 能够 早日 上日归来 带领中国女排啊 重新辉煌 除了张长林之外啊 其实很多球迷 还希望这个知情 也能够 尽快的接受 手术的治疗 众所周知啊 中国女排 在近期啊 也是有两位 工学老将 选择的退役 那就是 盈利 和刘晓彤 那中国女排 将会面临着 更新换代 球队中的 居田和张长林 依然是 核心人物 再加上 林盈 李非凡 等林青球员的 强势崛起 中国女排 在巴黎奥人会周期 是非常有希望啊 迎来 重新崛起的 那么现在 张长林 已经成功完成的手势 对于中国女排 而言 对于所有热爱 女排的球迷而言 都是 一个 重大的喜讯 因为啊 如果说张长林 和居田 依然 带上作战的话 实际上 就会屈性 心有力 心有力 而力不足的情况 众所周知 伤病 是运动来最大的敌人 与其说 带伤作战 还不如啊 彻底将伤病 取离好 然后选择 王者归来 只有这样 才能给中国女排 带来更大的帮助 作为球迷 我们始终 对于中国女排 不离不弃 虽然说 遭受了 东京欧洲会的惨败 但是我们相信了 在居田 张长林 林言等球连的 带领之下 中国女排 终将会 重新崛起 让我们大家 期待着 全新的中国女排 重新起航 球迷朋友们 如何看待 张长林这名球连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